我心裡是無人 你著影你哭 我的心底叫我為著你 那我當初在日本工作的時候 他這邊就已經開始在蓋了 蓋完大概差不多硬體都好的時候 也剛好找到我就過來這家飯店幫忙 從餐飲業跨主到飯店業 其實很快就可以上手 跨領域的接觸台灣來講是一個趨勢 一個人最好是能夠有兩把以上的刷子 當然多方面的學習對自己是好的 政府都在說我們現在目前大學畢業22K之類的 那我們是希望說 我們最低最低也要讓他領到27K 我們是希望說他能夠多方面的學習 比如說你是櫃台員 那我也希望說你能夠接觸跟學習到餐飲 因為他都是一線的服務人員 只要另外一邊他忙的時候 單位的主管很容易就可以把這個人做一個 靈活的調動 第一他能夠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 第二本身的員工你又可以學習到另外的一個技能 這其實是雙齡的一個管理方式 那我們是希望說 未來我們的這些台灣餐飲服務業的小朋友們 讓他的武功能夠更強 其他的這個衝擊的時候 能夠讓自己更有競爭力 企業形象來講的話 我都一直告訴我所有的員工 今天客人一進來 他的回憶上述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回憶上述就是說 你來到這邊 你的客人能夠記得你這邊的哪幾件事情 哪怕今天是你的硬體 你的軟體 你的人 或任何一樣 只要能夠多記住一件就是一件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口碑行銷 他只要是記得 他就會跟他的朋友 跟他的周遭 去講說哪裡哪裡不錯 客人跟客人之間的口耳相傳 其實他就是一個很好的行銷 創造回憶上其實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口碑行銷的方式 最主要就是說還要掌握住大方向 怎麼樣去尋找適合我們的客人 像我們是座落在這個風景區的旁邊 但是你不能夠以它為主打 因為你是不小心在這裡而已 我們一年365天每天都在營業 然後比如說我有一百多間客房 我要如何讓他每一天都客滿 感動的故事幾乎天天都在我們這邊發生 因為我們把客人當作朋友 有一個客人他早餐一來 我要煎兩顆蛋不要蛋黃 咖啡裡面麻煩給我兩包糖 什麼都不要這樣子 客人大概住了差不多三四天 那就回新加坡了 下一次來的時候 直接就跟他上一個蛋 上咖啡 他感動的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居然記得他 房間裡面它是用這個古典的原木家具 來做一個橙色 窗戶一打開你就可以看到B台 只要你一進來你就覺得說 這完全是一個休息的狀態 中小型的飯店其實它就是一個 跟五星級飯店不一樣的 它能夠做到讓客人覺得溫暖 然後感受更多 不會那麼的自私化 觀光工廠私募台灣 讚